耶誕節的腳步越來越近 芬蘭羅文尼米鎮的耶誕老人村 瀰漫著歲末節慶的歡樂氣氛 北極圈設施淋下了低度 擋不住遊客的熱情 每年湧入耶老村的遊客 多達好幾百萬人 今年耶老村更推出了一項難得的 免費體驗行程 那就是在耶老小屋連住三晚 還能穿上精靈服 幫忙處理來自於全球各地 寄給耶誕老人的許願性 其實這是住宿平台Airbnb 和芬蘭貿易觀光部門合作 推出的觀光行程 免費招待一家四口的家庭游客 連續三晚的食宿 家庭房的裝潢充滿溫馨的節慶温度 宛如進入童話般的時空 耶老郵局也安排精靈指導 遊物工作 訓練完成之後 游客可穿上精靈的工作服 幫忙分信和蓋油戳 體驗精靈郵差的繁忙工作 羅文尼米鎮的耶老郵局 每年會收到數十萬 來自於全球各地的許願性 耶誕節期間單日甚至可達三萬封 這項行程巧妙結合 耶誕儀式以及旅遊行程 打造獨一無二的主題旅遊風 這次活動只提供一個家庭名額 從十一號開放預定 第一個登記者就能免費享用 Airbnb近期推出了好幾項主題旅遊的 住宿行程 包括加州的史庫比動畫 二十週年紀念的懷舊麵包車 還有萬聖節期間推出馬州女屋小鎮 薩冷的女屋野瘋狂電影鬼屋的住房 以及配合歌劇魅影最後演出期間 提供巴黎歌劇院包廂改裝的房間 這些強調體驗的主題形成 在Airbnb官網上一上架就被秒殺強定 英國鄧斯特布爾德惠普斯奈德動物園 則在湖蒙的家擺上了耶誕許願性的立牌 還把飼料藏在底下 湖蒙不時會在牌子四周探頭走動 保育員說 湖蒙天性好奇 而這些立牌也讓他們更樂於探索環境 並且找出食物 是逢耶誕節期 這些許願性立牌也成了園區的打卡熱區 吸引更多的遊客前來 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